今天2023年7月27日 前海關關長曾經擔任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所謂國安委委員的鄧二凱 他在2021年10月退休 最近上市公司 內地上市公司叫復博集團 請了他做董事會的副主席 這個集團指有關聘任 已經獲得公務員事務局 在7月18日批准了 但局方截到今天下午 看回網站 仍未按規定將鄧二凱委任 獲批擔任外間工作紀錄 上載到首長級公務員 離職後外間工作的登記冊 鄧二凱曾經出席2021年3月 當時恆大集團搞了一個私人飯局 這個飯局搞出很多風波 包括涉及一宗強姦的指控 最後都不了了之 飯局曝光之前 《星島日報》曾經在6月引述消息 鄧二凱在他2021年10月退休後 很大機會接任廉政專員一職 當時的報道還有這樣寫的 就說鄧二凱過去34年來 把關的工作表現大鑊好評 加上為人忠誠清廉 消息說他很適合負責 帶領廉署的工作 這個醜聞發出飯局風波發生之後 鄧二凱就按他原本退休的日子 10月21日就退休 但是完全沒有其他的委任 沒有委任他做任何的公職 是不是因為一場飯局落了馬 不知道 但是最後廉政專員一職 由前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接任 當時被報章稱他為忠誠清廉 適合打貪的鄧二凱 最後轉了跑道 松霜聽起來都挺諷刺 他加入那間企業 就是一間數碼娛樂和科創公司 市值說有60億元 其中一項主要的服務 就是透過Web Free技術的平台 協助內容發行和版權交易 幫助中國娛樂產品走出去 去年還在香港投資成立了一間 虛擬製作室 製作一些電影特效 NFT和元宇宙等等的一些產業 下午再找一找登記冊 仍未見鄧二凱 獲得審批的紀錄 登記冊最後更新就是在上星期六 最新的一宗獲批的個案就是去年8月 離開政府的投資推廣署的一位助理署長 獲准在今個月的17日出任博愛醫院董事局的總幹事 這個個案就是涉及一個負責投資推廣的一個助理署長 當然都是高級的 但又未至於去到那些所謂的主要官員 他就轉到一間慈善機構辦的醫院那裏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那麼表面看來都全部利益衝突 但是都在登記冊那裏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獲批時間大致都是那麽上一時間的鄧二凱 他退休之前的工作就可以這樣說 高度敏感 做過國安委員 掌握應該都不少國家機密國安的一些資料 海關的工作也都相當敏感 其中涉及一些知識產權、版權、交易 表面上其實海關的工作都不要說國安的工作 國安的工作外間知道都可能很少 那麼就只是海關的工作 其實會不會都已經特別是一些知識產權、版權交易等等 都會不會其實都已經構成了一些利益在裏面呢 審批過程裏面有沒有考慮這些因素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和相關的諮詢委員會 其實都應該有個公開交代 鄧二凱這個個案 釋除公眾疑慮 立法會議員當然就更加有責任 是跟進個案 監督 監督一些退休了的官 轉職的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 恆大飯局 2021年這個飯局 被人揭露了出來 就有海關一哥、入境處一哥、保安局的高官 他們的相關工作 其實表面看來跟恆大集團就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翻局被人揭露了出來 令社會關注就是說 一些掌管執法的部門 處理一些敏感工作的官員 其實是否應該避驗呢 少出席一些 明顯地其實就沒有什麼 特別跟他們工作相關的一些社交飯局 避免會令人覺得當他們退休之後 又如果再轉跑道 轉去其他一些機構的話 特別是一些商界的機構 會不會出現了所謂延後利益輸送的轉測呢 鄧二凱恆大飯局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再公開回應這件事 他退休之後 又在2020年1月另一個派對 這個就是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文 為自己搞的一個生日派對 當日就有超過200人出席 就爆了出來被指違反當時的限聚令 所限的一些人數 200人裏面涉及的高官數目就更加之多了 那一頓飯就更加令人更加覺得 現在香港是不是真的正商一家親 官員都不被嫌疑 不被嫌疑 一直以來所標榜的一些臉結價值 究竟應該怎麼理解呢? 這條線變得越來越模糊 在幾天前 廉政專員胡英偉還帶團去了 越港澳大灣區訪問 交流一下兩地最新的一些反貪情況 廉政建設發展等等 反貪我相信香港就走前 1974年香港就已經成立了廉政公署 廉政專員公署所謂ICAC 香港好在有ICAC 這些口號金側招牌 過去幾十年了 內地貪污是一個持續相當嚴重的問題 否則主席都不用高舉反貪的旗幟 香港就是一個內地去學的榜樣 明年就真的剛剛50年了 真的走過了近半個世紀 肅貪昌廉就做了一些成績出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一支廉潔的公公員隊伍 但是如果高官和一些商界的人 內地的一些企業 越走就越近的話 必然會出現對一些利益糾結的公眾負面的觀感 自然公眾對一個廉潔社會的信心 也都會必然受損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拜拜